大家離開西環匯的這一頭 通常都是試奧普菜或日本菜 不說不知 原來這裡有比較低調的中菜 我提前兩個星期才預約到這裡 聽說這裡的菜式很棒 很有特色 很花心思 今天試試它 來到這間餐廳 我一坐下看到這些菜式 我覺得很震撼 每一碟 無論是色彩或擺盤或甚麼都好 每一碟菜式都可以 用來打卡 首先包括這一碟 不可以用一碟來形容 這一座菜式究竟是什麼 這一座的菜式叫蟲露鮮菌乾包仔 聽過名字已經知道很名貴 我們一個拿上來看看 首先上面滲了很多的黑蟲露 而表面這個就是用了越南的米紙 包住裡面的所有配料 配料有甚麼呢 裡面又有黑虎醬 還有有基蟲蓉 還有一隻乾包在裡面 哇 名貴主意呢 聞起來這麼多種的菌類 可以說是非常之香 有些帶點口感給你 有些主要帶味道的 我試試整個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菜除了很用心之外 除了材料名貴之外 其實裡面的每一個配搭 都花了一些心思 包括有基蟲蓉 口感就爽一點 而表面的越南米紙 就會有牽韌的感覺 再加上鮑魚那種 又有一種咬口的感覺 裡面再加上黑虎醬的那種香味 還有表面的黑蟲露 也是另一種的香味 全部加上了 口感豐富之餘 味道都是很濃郁 很棒 第一碟菜 已經令到我顛覆了 對黑蟲露或各種菌類的想法 很棒這道菜 除了這道菜之外 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菜等著我 我們先試面前這個 這個就叫做 脆米百合金邊龍蜜柳球 龍蜜柳球就這樣吃 就吃得多 為何要加點脆米下去 試一試就知道 我自己感覺 如果平時就這樣吃 龍蜜 可以說它亂滑之餘 亦都是太容易咬 一口就會滑下去 你還未能夠感受到 整個龍蜜那種 魚的香味也好 或者質感也好 還是調味也好 而這個大廚就 很有心思感 加點脆米在上面 你就會 有脆米 你又不可以就這樣吞 就這樣吞的話 你就會嘩 那些脆米刮你喉嚨 所以你就會 加多兩千肉筋去 咬一下 咬一下 同時你亦都會把龍蜜 一起咬 所以你就會覺得 魚的味道特別香 特別濃 再加上那種 嘩 嫩滑的感覺 加上脆米的感覺 又有不同的口感 讓你品嘗到 這個整個菜 除了剛剛說的 一些味道 口感之外 打卡都很棒 成本書 我真的未見過 這樣的一個擺盤 我們轉看看 其他不同類型的擺盤 和味道 這個就叫做 香煎水鴨餅 你說這個好像沒什麼打卡的動機 因為擺盤很普通 但是它複雜的地方 就在這裡 平時看到這些都會覺得 一是鯪魚餅 豬肉餅 牛肉餅 魚肉餅等等 但它這次用的是水鴨餅 我就問大廚 為什麼你不用普通鴨 它就說 水鴨肉質會比較嫩滑 同時它還要拿水鴨鴨腿的位置 去做這個水鴨餅 我們說 用的心思和用的材料 多講究 試一試味道 吃下去真的 不是平時吃鴨的質感 因為我們的大廚用了很多心機 首先剁碎它 然後再用人手去搭搭搭搭 再加上 裡面有 韭菜花 有馬蹄 還有木耳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每一道菜 除了帶出本身 它那種材料的味道之外 亦都希望令到食客 可以感受到不同食材的口感 這個都是大廚所花的心思 這一碟菜 你說我不打卡不要緊 但最重要 真的要試它的味道 以及整個口感 特別是這個水鴨餅 大廚說是全澳首創的 只有這裏有一次 來到不是不行 好 我們吃完這個水鴨餅之後 我們轉身 試一下這個海鮮 這個菜叫做 富貴賴尿蝦 首先又是說它的選材 這個選材就是用了 本土長頸賴尿蝦 有什麼特別呢 要試完才知道 說一下做法 簡單一點 它已經幫你很細心地 撕好 起了肉出來 再炒香 放上桌面給你試 現在試一試味道 這款本土長頸賴尿蝦 首先肉質是鮮嫩的 它不是很硬身 或者很粗糙的一種肉質 另外就是它的鮮味 本身長頸賴尿蝦 已經鮮味很突出 再加上 它們這裏自家製的XO醬 放上去 再炒香 這隻賴尿蝦 不用剝影的一種享受 吃下去 是另一種感覺 味覺上的一種昇華 嘩 很棒 先吃完這塊 吃完這個賴尿蝦 我們來試這個 嘩 看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最近天氣熱 而曬黑了的乳鴿 其實不是 整件事是怎樣 它全名叫做 玻璃黑松露乳鴿 為什麼表面會 這樣一種膚色的乳鴿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將 它們的黑松露 磨成粉之後 然後塗在它的表面 再一次過 拿進去炸 除了炸之外 其實它之前也做了很多的步驟 包括醃了一整晚 將它們的黑松露 以及其他醃料 全部放進去 醃了一晚之後 再拿去炸 為什麼叫玻璃呢 主要就是 炸完之後 表面很光滑的一種感覺 還有咬下去是一種脆口的感覺 所以就叫做玻璃 黑松露 配上乳鴿 什麼感覺呢 差點試試 撕下去那一刻 你已經感覺到 雖然是炸 但是沒有炸到 很乾很殘的那種感覺 那種香味 黑松露其實是完全 沒有搶到本身乳鴿 那種帶有獨特的那種香味 黑松露只是做了一點點綴 但是那種點綴 配搭乳鴿本身那種香味 可以說是很棒的那種味道 另外 我有問過大廚 為什麼他會用黑松露 這種做法去做乳鴿 他說 整個街道紅燒乳鴿 我們是有性格的 我們呢 就專門找當做的一些配料 去做的菜 他就說呢 最近就是黑松露 就是法國的黑松露 比較當做一些 去配搭乳鴿 做這個菜出來的 所以說呢 其實他暫時來說 每一道的菜 都可以說是非常之花心思 不知道接下來的菜會是怎樣呢 前面的菜已經夠花心思 但是接下來的菜也不惹小 上次選菜下次製作 每一道師傅都非常講究認真 務求達到高端私房菜的要求 好像這個二十年陳皮沙蟲燉陶灘魚 一口湯喝下去 首先就是清香 湯頭甜而不利 充滿魚香和淡淡的陳皮味 加上大大條的沙蟲 滋陰補腎 一人一蹤 足料之餘 每一樣食材的味道 都做到很平衡 正是這個湯 都感受到師傅 在選材方面 真的做足功夫 沙蟲別稱海人參 方格星蟲 光火星蟲等 形狀就像一條小腸 生產在沿海灘塗泥沙之中 外觀長大約兩吋 形狀好像牢牙 是一種高蛋白武品 營養味道和醫藥以及食療價值 都不亞於其他名貴海產真品 有海洋蟲草的美羽 具有抗氧化、抗菌、抗疲瘤 防癌、調節免疫 延換衰老作用的營養成分 沙蟲的做法有很多 例如爆炒、煮湯、煲粥、椒鹽、油炸都可以 而且沙蟲帶有鮮味道 不用加入其他配料 就會很好吃的特色 更是酒樓食肆的名貴佳餓 是老少嘉儀的營養滋補 以及食療佳品 再介紹兩個菜給大家 就是和諧天下 師傅說和諧天下是取過蟹的諧音 首先將龍蝦湯蒸蛋 再將起床的蟹肉調味勾芡汁 就大致完成了 這道菜的原意就是不想客人吃蟹剝蟹時 怕會失儀態 專程幫大家拆肉 讓你們吃起來膽膽肉 還有這隻家鄉焗酒地扇雞 大家都知道酒地扇雞活動能力比較強 肉質自然特別爽滑彈牙 這麼美的肉質用原始的方法 鹽焗它兩個小時 一打開就已經看到非常嫩滑和多汁 最貼心的就是手絲去迷骨 和蟹肉一樣大大口享受師傅的心機 來這裡吃東西真是一種享受 字幕志不可 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